标题叫 这是真正的开幕爆击 All right, what's up you guys 大家好,我是北美运动学博士生Bruce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健身需不需要借色 这个问题呢,我估计 每个健身男性朋友都有过疑问 无论是在油管还是在B站 只要是相关的话题视频 都有着超高的浏览量 可想而知 到现在大家心目中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这其实呢,也是因为相关视频里面的内容 提供的论据啊 很多时候是蜻蜓点水 说服力还有待提高 所以本期视频我就一下子 把这个问题讲个明白 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现在开始 健身需不需要借色这个话题啊 起源于稿酮这个物质 稿酮是人体内对于肌肉增长最重要的荷尔蒙 所以啊,人们会觉得释放了以后 稿酮会降低,减慢肌肉增长 而如果禁欲,稿酮会提高 自然对增肌有帮助 其中最广为流传的一篇文献啊 就是说,稿酮在禁欲的第七天达到峰值这篇文章 但是所有视频对这篇文献呢 都只是讲个结论,一带而过 所以这次让我们仔细解读一下这篇文献 看看里面有什么被忽略的细节 这篇文章可以看得出啊 是一组国内学者发表的 标题叫 A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jaculation 男性的释放与血液,稿酮含量的关系 这里我不得不吐槽一下 Research,研究这个词是不可数名词 你可以说a research study or a research project 但你不能说a research 所以说啊,这是真正的开幕报机啊 标题就给你来个语法错误 这组实验一共有28名21到45岁的男性啊 其中只有4名男性在35岁以上 所以大部分都比较年轻 研究人员让28名男性先进于8天 每天同一时间测一次稿酮 8天之后把一半的人继续进于8天 但让另一半的人释放一下 然后进于8天 结果发现前8天几乎所有人在第7天 稿酮含量有个显著提高 提高率高达45% 但第8天就降回初始值 后面继续进育的人反而稿酮有下降趋势 而释放过的人又在第7天达到一个峰值 所以很多人看了得出结论 每7天释放一次 对体内稿酮含量和肌肉增长是最佳方案 但其实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 就会发现事实远不如这么简单 第一个问题就出在参与者身上 参与者大部分都在21到35岁之间 而初始的平均稿酮含量只有375纳克每分身 而且这个实验是在2002年做的 有很多研究都表明 当今男性的稿酮水平 比20年前同年龄男性的稿酮水平低很多 所以03年的375 放到今天就只有300以下 21到35岁之间男性的稿酮 在300以下可以算得上是 临床意义上的低稿了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正常值 应该是在550到800之间 所以在一群低稿的人身上 得出的实验数据 有没有代表性 是没有的 因为人体是尽量想要达到一个平衡状态 越缺什么就会越对缺的物质 反应越强烈 比如你通宵没有睡觉 第二天就会非常困 身体强烈的想要睡眠 比如刚健身的小白 肌肉对力量训练的反应和进步速度 一定强于练了10年的老玩家 稿酮也不例外 境遇导致的稿酮增加 在需要更多的稿酮人中 这里也就是指第一稿患者中 毕业在正常稿酮含量的人 以及高稿酮含量的青少年中 很可能反应要强烈的多 所以这组实验的45%的增幅 放到一般人或者青少年身上 增幅可能只有25% 15%或者5% 可以说是几乎对大众不具有代表性 第二个漏洞退一万步讲 我们假设所有人在境遇的第七天 搞同得有45%的增幅 这个增幅对增积有没有实际意义 大家觉得有意义的 在公平上打个1 觉得没有意义的 在公平上打个2 这里大家要明白 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和实际应用中是否有意义 虽然大部分时候是差不多的 但有的时候有所区别 假设我们对比两种抗抑郁药物的效果 药物一成功防止了2000个人自杀 药物二成功防止了2005个人自杀 2000对比2005 这在统计学上很可能代表了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 只要我们能多拯救一个人的生命 那都是有意义的 对不对 所以回到这个搞同增长 有没有实际意义呢 答案是没有 首先我们要知道 人体内的搞同在一天之中是有很大波动的 比如一个早上搞同能达到600以上的男性 下午只有不到400 晚上甚至只有200多 人一天当中搞同波动的幅度都远超45% 研究球员专门做过实验 十周时间一组人完全早上训练 一组人完全下午训练 十周以后肌肉增长幅度没有显著区别 所以禁欲导致的45%的增幅 对增肌的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另外这个增幅的持续时间太短 如果45%的增长能一直保持下去 那确实会有意义 举个例子 使用外面性搞同对增肌效果好就好在 不仅使搞同含量大幅度增加 血液中搞同永远处于一个高水平 不会随着时间情绪或者任何外界因素而波动 进而长时间的保持着肌肉蛋白合成 反观禁欲导致的45%的短暂性增加 对增肌来说可以说是毫无意义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在强身健体的同时 也不要忘了锻炼大脑 强化思维模式和辩证思考的能力 以后如果再有人引用这篇文章 你可以挺直腰板的告诉他 这篇文章漏洞很大 对大众不具有代表性 且不具有实际意义 而且话说回来 除了少数的文献表明 禁欲对搞同有少量的 无实际意义的增加 更多的文献表明 禁欲对搞同是没有提高的 所以释放完全不会阻碍你增肌 反而是禁欲本身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例如压力增加 进而导致皮质醇增加 精子质量下降 前列腺癌几率增加 和睡眠质量下降 所以用增肌的借口 提倡禁欲是极其迂腐无媚和无知的 那这里有人会问了 释放总得有个度吧 过多的释放总得肌肉有坏处了吗 错 这里完全没有限制 你的身体是很聪明的 你只要跟着感觉左右可以 如果你身体每天都想释放三次 那你就每天释放三次 这反而表明你可能有超出常人的 搞通水平和增肌潜力 你也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以上论述已经表明 从长期增肌角度 禁欲完全没有好处 甚至有很多副作用 那么有人会问了 比赛或者大数量训练日子 前一天晚上禁欲 总得提高运动表现了吧 这其实也是错误的说法 2016年的一篇 系统综述已经表示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比赛前一天释放 会对运动表现有影响 比赛前一天必须禁欲这个说法 甚至在国际高水平的 运动教练圈子里 也是广为流传 但其实是另有原因的 大型国际比赛 例如世界杯奥运会 成千上万的运动员 聚集在一个陌生的国家 如果想要释放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陌生人 那就会一定程度上 牺牲睡眠 并且介入大量的 酒精 香烟 甚至毒品 当然了 这也得看是在哪里 北京奥运会肯定不会有毒品 但礼约奥运会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真正影响状态的 是释放带来的外部因素 而不是释放本身 那还有人会问了 如果在训练之前 立刻释放了 那总会影响运动表现了吧 这个可能是会的 因为释放以后 人体会分泌 催乳素 它会使你感到困倦 并且在释放后 50分钟左右达到峰值 但2到3小时后会降回去 所以你即使训练之前 没忍出来了一发 那你可以等上几小时再训练 就基本不会有影响 很多时候啊 完全是网上的谬论 让你觉得会有影响 如此负面的心理暗示 才导致了真的有影响 但只要我们尊重科学 最终你会发现 这些所谓的负面影响 根本就不存在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讲到这 总结一下 从增肌的角度 境遇是没有任何好处 甚至有坏处 具体的频率 完全由你自身的感受而决定 只要你不在释放后的 两个小时内健身 就不会对运动表现有影响 希望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 一键三连多多转发 让所有有困惑的人 能真正从科学角度 理解 境遇 高通 以及增肌之间的关系 我是北美运动学博士生 我们下期再见 在电腿中 一包镜一脸藏色 思念 需要时间 慢慢调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